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让生活过得幸福 这是很多人努力奋斗的目标 生活充满了未知和曲折 想要过得惬意幸福 就要有这三样东西 一,健康强壮的身体 很多时候 当我们将某样东西握在手中的时候 并不懂得它的珍贵 非要等到失去之后 才明白那是一件无价之宝 健康便是其中之一 钱,花完了还有可能再赚 职场失忆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若身体垮了就只能悔不当初了 健康是实现人生一切可能性的根基 没有健康,生活中的美好都终究是一场空 同学李小方在被诊断为乳腺癌之前 拥有着一段幸福的生活 而她也只能躺在医院里接受各种治疗或在痛苦之中 与病魔中斗一年多后 她还是遗憾地离开了 生命没有如果 只有后果和结果 健康不能透支 生命不可挥霍 复旦女博士于娟 在生前写下了一本生命日记 此生未完成 让很多人看完之后 潸然泪下 自从健康状况出了问题 于娟就一直坚持反思 她在日记中向大家发出呼吁 在生死临界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任何的加班 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买房买车的需求 这些都是福予 如果有时间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把买车的钱 给父母亲买双鞋子 不要拼命去换什么大房子 和相爱的人在一起 窝居也温暖 科蒂斯说 幸福的首要条件在于健康 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是你这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村上春树 是业内出了名的高产作家 长篇短篇等作品 加起来足足有40多步 别人形容她在文学创作上 极具才华 村上春树认为 写作更近于一种体力劳动 她发现 即使一天花三四个小时 全身心执笔写作 但是时间异常 体力和精力都会大量透支 于是从1982年的秋天开始 村上春树开始早睡早起 健康饮食 每天坚持跑步 然后就坚持了三十多年 同样 她那旺盛的创作力 也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 健康的体魄 是人生一切成就的根源 虽是老生常谈 但永不过时 不管是谁 都应该好好守护 支撑你加班奋斗的是身体 支撑你照顾家人的是身体 支撑你不停学习 实现梦想的 还是你的身体 唯有健康的身体 才有更持久的动力 去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 实现人生的梦想 二 乐观豁达的心态 人这一生 活的是心态 心态好的人 无论会经历什么 会遭遇什么 又会面对什么 都能拥有平和的情绪 和状态 李敖曾经在各种场合 用蕴言攻击余光中 甚至说他是马屁诗人 而余光中都不做回应 众人对此都大为疑惑 余光中只是笑笑说 我不回答 表示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 他不停止 则说明他的人生不能没有我 这是智者的反击 这是豁达之人的回应 一个人面对他人数次的谩骂与侮辱 没有反唇相击 没有大为动怒 只是淡定的四两拨千斤 若没有豁达的心态 是做不到的 但心态不好的人 哪怕已经拥有所有幸福的可能 却也始终无法真正觅得 内心的宁静和快乐 每个人都渴望 活得开心和幸福 于是很多人不停地去追逐 不停地去追求财富上的富裕 不断地去跟别人做比较 人这一生并不需要太多物质上的东西 也不需要跟谁比强弱 如果你的心足够豁达 那么即便你生活得很朴素 也会很幸福 但如果你的心是狭隘的浅薄的 那么即便你生活得再好 也很难获得真正的幸福 想要过好这一生就一定要修好自己的心 作家石铁生一生坎坷 但他本人却十分乐观 有一次老友来拜访他 此时的石铁生已经是重病在床 行动十分不便 但他却坚持和友人谈笑风生地下了几盘棋 还和老友的孙女玩跳痘痘的游戏 老友惊讶于他的心态 只见石铁生慢条思理地说 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情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既然如此又有什么好担忧的呢 后来这位老友在记事录中写道 石铁生是个真正超脱的人 乐观是他的良药 韩少公曾经这样评价石铁生 他是一个生命的奇迹 在漫长的轮椅生涯里至强至尊 一座文学的高峰 其想象力和思辨力一再刷新当代精神的高度 让人们在瞬息中触摸永恒 在艰难和痛苦中发出宽厚的微笑 修一颗乐观豁达的心 能微笑着去面对承受和接纳所有事 苏东坡的好友王拱 曾因他的乌台诗案受到了牵连 被遍于岭南之地 他的歌迹玉娘也毅然随行 东坡感到很愧疚 王拱却反过来安慰他 聊一养生之道 还说这是在修行 几年后王拱回来 苏氏请他们喝酒 谈其岭南风土人情时 玉娘却达到此心安住便是无香 有一句话说 物随心转尽由心造 内心乐观豁达 即使身居陋势 也能如流雨溪般 看见台恒上阶绿 草色入莲青的失影 即使穷困 也虚如颜回在单似飘影 找到自己的快乐 当一个人的心乐观豁达了 他的生活就会充满阳光 三 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 清心寡欲不是让人无欲无求 而是减少心中对事物的欲望 凡事有度 过择为灾 为了生活而赚钱 这是谋生 若钱财的欲望过了度 就会为了钱而赚钱 掉在了前眼里 世间各种需求 莫不如此 欲望太强 则人心会被蒙蔽 为目的不择手段 以至于败坏身体 破坏生活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 出生于奥地利的钢铁巨头家族 是超级富二代 他毕业于剑桥大学 如果留在学校教书 至少有安逸的日子 但一战爆发后 维特根斯坦报名去了前线 当了一名炮兵 因为奋勇杀敌 还立下了战功 平时在战场上没事的时候 他就写自己的那本《逻辑哲学论》 战争结束后 这本书出版 成了哲学史上的经典著作 他生活简朴 非常憎恨 当时富翁那种奢华堕落的风气 在父母离世后 他把属于自己的那份 几百万英镑的巨额遗产 分赠给了哥哥和姐姐 随后他去山区小学教书 过着清贫的日子 后来还坐过园丁 去医院当过助理 晚年又回到了剑桥教书 有人说 维特根斯坦住的房子 只有桌子 床和椅子 没有一样值钱的家当 可以说是一贫如洗 可是维特根斯坦 临死的时候 却非常满足 他对人说 告诉他们 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死后 凝聚他后半生心血的著作 哲学研究出版 思想震惊世人 维特根斯坦被称为 天才人物的最完美范本 不贪图物质享乐 便会获得与众不同的成就 寡欲 会让你收获 意想不到的幸福 人生之所以痛苦 是由于欲望太多 被欲望牵制的人生 痛苦而多惜 而清心寡欲 懂得知足的人 轻松自在 周润发说过 财产不是你永远拥有的 有一天走了之后 还是要留下来给别人 现在财产放在银行 死了 谁都不能带走 想想死了 要把钱送给谁 捐给有意思的机构 或是需要这笔钱的人 是挺好的 周润发的生活 钱谱令人吃惊 令人佩服 一个月花销 仅八百元钱 经常去折扣店 买几十块的衣服 十几块的拖鞋 诺基亚第一代手机 用了很多年 坏了无法再修 才转用智能手机 除此之外 他将五十六亿身家 全部捐出 他说 人生中真正难的 不是赚多少钱 而是如果保持一颗知足的心 过平凡而快乐的生活 正所谓 知足者贫贱亦乐 不知足者负贵亦忧 人这一生 想要幸福 就要懂得知足 知足的人 即使身处贫贱 也会自得其乐 不知足者 纵然锦衣玉食 也忧愁不断 幸福从来不是外在条件的堆砌 而是源于自己的内心 总有人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并不是他们拥有的比旁人多 而是他们想要的比别人少 获得幸福 并不是靠外在的物质条件 而是靠知足的心 越知足的人 越会感到幸福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搜索 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会让你再次开通了Facebook里面搜索 我会让你再开通了Facebook里面搜索